當企業或公司航號 遇到不實的黑函攻擊 應該又如何透過美國法律 來討回公道呢 東陸新聞特別專訪到 南加州的知名律師 鄭博人為觀眾分析 黑函部分到底是怎麼定義的 然後今天的話解釋也比較困難 可是要讓每一個人知道就是 如果今天他說到一個黑函誹謗 我們要看那個黑函是不是一個意見 如果說是這是意見的話 這個就不是誹謗 一般人在藉由一些網站或電子平台 做一個誹謗或者是黑函動作的時候 這些網站或電子平台 需要負連帶責任嗎 如果你告所謂的 有的人講說是電腦公司 還是中介公司 有放那個網站 但他們的話 美國的法律是講說他們沒有連帶責任 他們沒有連帶責任 所以如果你今天告那個公司的話 那你會輸 就你剛剛說一般網路平台 不需要負連帶責任 但是有沒有例外的情況 如果今天網站公司 它是鼓勵誹謗你的人去做事 那這個網站公司 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網站公司 它也是在鼓勵這個人來誹謗你 他也在誹謗 因為誹謗的法律是講說 今天如果你跟一個人講 A給B講 B給C講 ABC都是你可以告 所以網站公司的話 理論上是在ABC裡面 如果這個網站公司 他知道說這是誹謗的話 還有他有鼓勵這個誹謗的行為 那鼓勵這個誹謗的行為的話 那網站公司就會有連帶責任 那請問證據師 如果我不知道是誰在誹謗我的話 我可以進行提告嗎 你可以告所謂一個無形的人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告一個無形的人的話 我們可以用法庭的手段 去抓別人的證據 我們不是告那個電腦公司 可是我們可以從電腦公司拿 所謂的郵件跟這個信息 最後我們可以知道IP的address在哪裡 地址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誰講出來這個話 那一般人要對所謂的黑函 或者誹謗進行起訴的話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美國的門檻很低 如果要告別人的話 可是你要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如果你是從原告人的角度 然後你的案子不好 你們要知道說 最後的後果是你會輸 可是美國97%的案子都是庭外和解 不會有一個大庭的審判日期 雖然有了97%還會和解 感謝哲律師的想講解 更耐心說明 相信觀眾對於黑函 或者誹謗部分有一點了解 這邊要呼籲所有的觀眾 有任何法律上的疑惑 一定要找到一個專業單位進行諮詢 以下是有多數新聞 李仲陽平俊 在洛杉磯的彩虹報道